做起呢 首先从格物来做起 格物就是格除物欲 使你在财色名利的诱惑面前 如如不动 能够把持住自己 这样的人才智知 你的智慧明了 没有被利益和欲望所迷惑 利令至婚 情令至迷 那么这个呢 才是我们修身的基础 这就是借贪 那么习近平总书记呢 还说了这样一句话 他说公务人员和领导干部 要守住底线 要像出家人 天天念阿弥陀佛一样 天天念我们是人民的勤务员 你看大家都不由自主地 给习近平总书记这一句话鼓掌 他说啊 你手中的权力来自人民 伸手必被捉 心中要有敬畏 知道什么是高压线 想都不要想 一触即跳 才能守得住底线 该说的多好啊 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像念 阿弥陀佛一样念 我们是人民的勤务员 面对财色名利啊 就能够保持冷静的头脑 不会啊 利令致昏了 那么这个呢 是我们讲的第一个 戒贪 第二呢 就是成分 成分 用我们现代话来说 就是转怒为数 我们看呢 怒这个字 上面是一个奴隶的奴 下面是一个心字 看到这个字 告诉我们什么叫怒啊 就是把自己的心 变成了奴隶 你已经不能把持自己的情绪了 才会发火 所以呢 你把右字边这个棱棱角角啊 变得圆滑起来 就变成了竖这个字 而竖上面是一个如 下面是一个心 什么叫如其心呢 如其心 就是站在对方的角度 换位思考 将心比心 那你就能够转怒为数了 比如说你看人不顺眼 不满意的时候 你就想想我们自己 是不是一个圣贤人了呢 一个错误都不犯了呢 我们自己还有这样 或者那样的过失和习气 怎么能够要求别人 一个错误都不犯呢 当别人犯错误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对待他呢 我们就想我们自己犯错误的时候 希望别人怎么对我 我们希望别人能够理解我们的苦中 给我们一个改过的机会 宽容我 原谅我 那么当别人犯错误的时候呢 我们也要有一颗包容的心 给他一个改过的机会 那么在 这个孔老夫子那里呢 有一个弟子啊 来向他请教 说老夫子啊 有没有一个字 我可以终身奉行的 孔老夫子说 有啊 这个字就是数 那就是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也就是我们弟子规上所说的 将家人 先问己 己不欲 己素矣 我们做任何事情之前啊 都要扪心自问 我稀不希望别人 以这样的态度 这样的行为方式 来对待我 如果我不希望 以这样的态度和行为方式 被对待 那我们就不能够这样去 对待别人 你看这一句话很简单 但是如果你时时处处 事事都以这一句话呢 为标准 你就发现呢 你的人际关系 会有很大的提升 你为人处事啊 就知道应该 怎么去取舍 所以我们学会了 换位思考 将心比心呢 才能够真正做到 转怒为数 在孔子家语上呢 说了这样一句话 说君子有三数 哪三数呢 有君不能侍 有臣而求其使 非数也 就是你做领导 有领导啊 不能好好地侍奉 不能好好地恭敬 不能够负责 禁止地完成你的工作 有臣子 有属下呀 你希望他能够尊敬你 恭敬你 尽心尽力地为你服务 这就不是数道 这就不是数道了 有亲福能孝 有子而求其抱 非数也 有父母亲呢 都不能够孝敬 有儿子呢 希望他们能够回报你 那也不是数道了 有胸福能敬 有地而求其顺 非孝也 有胸长啊 自己不能够恭敬对待 为什么呢 因为自己呢 有权有势 或者有财力 但是兄长呢 可能是一个农民 你可能就对他说话不客气 还带着训斥的口吻 瞧不起他 有胸福能敬啊 有地而求其顺 有弟弟妹妹呢 希望他们恭敬你 对你很顺从 这也就不是数道了 所以你看我们呢 一般的人呢 都背着两个包袱 一个包袱上写着他人的过失 另一个包袱上写着自己的过失 但是我们往往在走人生之路的时候 把写着他人的过失 这个包袱放在了胸前 所以一低头 很容易看到他人的过失 招替别人 指责别人 但是怎么也看不到自己的过失 那怎么办呢 我们就要把这两个包袱换一个个 这样才能更多的看到自己的过失 而对他人的过失呢 若真修道人呢 不见他人过 能够宽容 看到他人的过失呢 还能够反省 自己是不是有类似的过失 所以孔老夫子在论语上有一句话呢 我觉得特别的有帮助 见贤 撕其焉 见不贤 而内自行也 让你看到贤德的人 做得比我们好的人 就要想着向他学习 向他看齐 而不是嫉妒他 障碍他 看到不贤的人 做得不够好的人 不是嘲笑他 讥讽他 挑剔他 而是马上反省自己 我们是不是有类似的过失 这就是善才童子的境界 你看你从早到晚 遇到的每一个人 无论是善人 无论是恶人 都是我们学习的老师 那这个人这么善学 每一天的提升有多快啊 所以我们学了这些话呢 要在生活中去落实 那么我们很多人呢 都说呀 是谁谁谁 让我很生气 某某事让我很生气 其实这个呢 都是不明理所导致的 从逻辑上说 没有一个人 能够走进你的内心 所以那一个 让你生气的人 是谁啊 是我们自己修养不够 所以有一个文章呢 我经常的引用 也经常提醒自己 那就是要握住自己快乐的钥匙 一个成熟的人 握住自己快乐的钥匙 他不期待别人使他快乐 反而能将快乐与幸福 带给别人 每一个人心中 都有一把快乐的钥匙 但我们却常在 不知不觉中 把它交给别人 来掌管 比如 一位女士抱怨说 我活得很不快乐 因为先生常出差 不在家 她把快乐的钥匙 放在了先生的手里 一位妈妈说 我的孩子不听话 叫我很生气 她把钥匙 交在了孩子的手中 还有一个年轻人 从文具店里走出来说 那位老板 服务态度恶劣 把我给气炸了 她把钥匙 交在了老板的手里 这些人 都做了一个相同的决定 就是让别人 来控制她自己的心情 而当我们允许别人 掌控我们的情绪时 我们便觉得 自己是受害者 对现况无能为力 抱怨与愤怒 成为我们唯一的选择 我们开始怪罪他人 并且传达着 这样一个讯息 我这样痛苦 都是你造成的 你要为我的痛苦负责 一个成熟的人 握住自己快乐的钥匙 他不期待别人 使他快乐 反而能将快乐与幸福 带给别人 他的情绪稳定 为自己负责 和这样的人在一起 是一种享受 而不是压力 这位朋友 你们的快乐的钥匙 在哪里呢 是在别人的手中吗 那就赶快 把它拿回来吧 但 谢谢大家